假设它是捏块吧 直接上手拼吧 然后这里 哦不行 确实又空出来了 这样呢 诶这样可以 我那不敢说 拼正方形也太简单了 左边的机会反过来 然后一交叉 这不就是一个正方形了吗 奇奇怪怪的拼图挑战 这是大小相同的六块T型基部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把它拼成 颜色相同的正方形 只说这个拼图还没有人解出来过 这是一个每天都可以解的日历拼图 根据当天的日期 每天的解法 都不一样 所以一共有三十一种解法 据说只要解出来一种 就算是智商非常高的人 那今天是要硬强了 这两个拼图有多难吗 今天是20号 那我就拼今天的日期 既然没有人拼出来过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人 如果我们拼出来的话 就叫我们仙女小姐姐 如果我们挑战失败的话 你们就可以叫我们 有力老阿姨 我们首先呢 要把20号空出来 这两块拼图都可以 假设它是第一块吧 直接上手拼吧 这里 哦不行 确实又空出来了 这样呢 这样可以 这下面居然没有拼图 块可以放了 快就换一下吧 这个飞镖没有地方放了 换一个方式 换一块拼图 我就不信 这次还不成功 这次还不成功 要这一块先把它解决掉 这一块可以 哦这样行哦 这个地方空了一块了 哦好像有戏 哦还是没有成功 别人不敢说 拼正方形也太简单了 把左边的机面反过来 然后一交叉 这不就是一个正方形了吗 人家都说了 要同色系同边的正方形 那就把两个梯形组合在一起 再组合一块 回这边 反过来 那也不行啊 还是有一块是反的 再来试试 这像啥 像个小王子 也不对啊 那连一个日期都解不出来 要把我试试随机拼的日期吧 哪个日期就是哪个日期 天哪 连随便拼都那么难 这什么国会拼图啊 这次飞镖没有地方放了 这应该算是勉强拼出来了一个一号吧 虽然没有拼出二十号 但是我拼出来一号 其实你就等着被叫老阿姨吧 这种拼图呢 是不能按照常规思路去解的 所以我再换一种方法 这一次我不按套路出牌 看看能不能成功 呜 这不就是一个正方形吗 中间还有个火箭炮呢 你是不是不利吗 不好意思说我呢 你们也是下心的吗 等等你们还用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请留言告诉我们